恐慌指出,被告在02至07年間利用自己開始的公司偽造帳目,去扣海外交通費,企圖門稅。 被告利用獲馬會的撥款,成立醫療技臨中心的90多萬,聘請外籍員工兼任司機,以中心名義申請兩張信用卡。 一張自己用,而另一張就由下屬陳秀雄享用。 陳秀雄以信用卡購買私人物品被揭發。 被告協助隱瞞和還債,容許對方自動辭職,享有六十多萬的公職金。 恐慌又說,被告申請公帑購買機票,但去出席的海外會議,和公職關係不大。 廉署接獲投訴,在09年2月拘捕被告,而陳秀雄早前在區域法院認罪,被判監22個月, 他將會是本案的污點證人。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鄭漢成報導。